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当女主疑惑不解时 教授男来到了他的房间 因为轻宁十分喜欢女主的画作 所以教授男便想让女主当轻宁的绘画老师 本以为出了这么一码事后 女主不会留在这里 但是女主却出乎意料地同意了教授男的请求 隔天女主便教起了轻宁画画 在这期间 女主偶然发现了轻宁身上到处都是淤青 但是轻宁并没有向女主谈露真相 到了晚上 因为被楼下的水滴声吵得睡不着觉 于是女主便起身前去关闭 但是就在她来到厨房时 却在不锈钢的反射中看到了一个鬼魂 接着短发姐就出现在了女主的身后 在一顿安抚下 女主便被短发姐带去喝酒 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 短发姐用碎掉的杯子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不说 还开始不断地吸引流血的手指 转天教授男夫妻两人有事要外出几天 于是照顾轻宁的任务就落在了女主的肩上 到了吃饭的时刻 来到画室的女主想要叫轻宁用餐 却意外地看到房间中一只血手诡异地动了起来 等到女主冷静下来才发现原来是轻宁的画作 为了不发生类似的乌龙事件 并且让轻宁直面内心的恐惧 女主想要拉开窗帘 但是一旁的轻宁却一直重复着她会进来这句话 最后在女主的安抚下 轻宁渐渐地放开了紧握的双手 起初轻宁看着照射进来的阳光十分的害怕 但是看着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便也安定了下来 到了晚上 洗完澡的女主掉了不少的头发 当女主转身离开时 池子中的一缕头发瞬间被不知名的东西吞了进去 接着还开始冒出鲜血 而另一边的女主似乎回忆起了一桩绑架案 当时她就在现场 但是却因为被绑架人抢走了自己的名额 而没有选择报警 第二天的早晨 起床的女主看到轻宁和空气打了起来 虽然意识到了轻宁身上淤青的来源 但是女主却想不通为什么空气会有这样的能力 接着为了让清宁不再跟空气玩耍 女主便自告奋勇地与清宁玩起了游戏 正当两人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房间中的灯光突然灭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 外面突然间狂风大作 当女主打开门后 一张生日课卡飞进了屋中 这时女主的脑海中又闪过了一段记忆 原来之前那个被绑架的人就是清宁 正是因为女主没有报警才害死了她 隔天女主看到短发姐和教授男起了争执 原来在两人离开的几日间 短发姐被教授男强制打胎 原因是为了把所有的父爱都奉献给清宁 接着教授男又向女主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其实教授男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在四年前 樱桃的姐姐清宁不幸被人绑架 而出事的那天刚好是樱桃的生日 从那个时候开始 精神瘦到自己的樱桃 就将自己当作了清宁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女主发现短发姐悄然地溜到了房中 给樱桃注射了针迹 于是女主便想要带着樱桃逃跑 但是却被短发姐发现拦了下来 樱桃还被短发姐强制喝了下了药的果汁 到了晚上 房门外又传来了短发姐的脚步声 想要躲避短发姐的两人藏在了床下 却被一张鬼脸给吓到 而此时的短发姐也变成了那个鬼魂的嘴脸 接着房间中的电视突然自己打开 里面播放的正是关于那起绑架案的新闻 原来当年不仅亲宁受到了伤害 而想要救姐姐的樱桃也被逮除侵犯 就这样得知自己身份的樱桃突然变得疯癫 随后被突然出现了一双鬼手抓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女主也被空气操控四处乱撞 最后被拖进了小黑屋中 等到女主从昏迷中醒来后 便开始跟想要给樱桃扎针的短发姐争斗 最后短发姐被女主推出了窗外坠楼身亡 而女主也被樱桃捅伤 化为了一缕青烟 原来这一切都是樱桃的幻觉 当年她为了救清宁不信被歹徒绑架 随后清宁竟然自己逃脱 眼睁睁的看着金桃被歹徒侵犯 看着清宁如此对自己 再联想到父亲的偏心 樱桃就将清宁推下了楼 清宁从小就受到了父亲的偏爱 于是樱桃逐渐变得心理扭曲 身为心理医生的教授男 这几年来一直尝试着治疗樱桃 但是却毫无起色 最后只能将樱桃送进了精神病院 该电影不看剧情和结尾 许多画面和音乐还有氛围 营造的还是挺恐怖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